最近媳妇怀孕了 为了给她提供更舒适的乘坐环境 以及考虑宝宝出生之后的需要 我决定换车 咱不是要换车了 这是我提前印出来的几个 你看看喜欢哪个 研究了很久 发现魏VV6相当不错 可家里媳妇说了算 她想买奥迪 这个奥迪Q我看着不错 就她吧 豪华品牌 你再看看别的 就她吧 我查了很多资料 我发现在健康环保方面 魏VV6在同级SUV里表现最好 为了媳妇和我未来儿子的健康 这次我决定先斩后奏 瞒着家人把魏VV6先买回来了 今天头很大 一早媳妇约了妈妈一起去看奥迪 我该怎么样 才能避免跪键盘的尴尬呢 哎这样 走吧收拾收拾 赶紧走去看车吧 哎行 那个咱先下去溜达溜达 一会儿咱们再去好吧 溜达溜达不着急 哎呀 今天确实特别热 你们看这车怎么样啊 这是什么车啊 看起来挺豪华的呀 不错不错 特别喜欢这台车 其实这台车你们可能了解不多 但是我今必须得给介绍介绍这车 太棒了 我心目中的完美作家 这样吧给你们看个东西了解一下 能拿六个权威认证的车啊 一定是一个优等生 对不对 它就是优等车呀 看看 其实这次换车啊 我最关注的就是车内材质够不够环保 我们月月现在毕竟也怀孕了嘛 到时候小孩生下来之后 小孩新生儿对于这个空气是特别敏感的 所以啊 有权威机构认证肯定更靠谱 不然哪来这么一摞 A加级的证书 对不对 所以说 值得放心 值得信赖 这是最主要的 这样咱也别光说了 坐这车坐里边体验一下 老公 这谁的车咱就上来 哎 你先别管这个 你看看大夏天这车里啊 一点味都没有 这叫什么 这就是你天天微信群里那个健康选材 是不是 你看外边那么吵 小孩在外边喊 咱坐在里边这么安静 一点也不吵 这叫什么 这叫低噪隔音 是不是还不错 你就说说是不是还不错 嗯 还不错 还真是味味儿 是啊 健康最重要了 对对 健康选材真的很重要 我在宝妈群里也看到 有那个妈妈分享过 说是新生宝宝出生的时候 皮肤特别娇嫩 抵抗力也弱 所以一定要给他们提供一个 安全和健康的成长环节 月月说的对 哎 老子 你刚才说的那个低噪隔音 是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好处吗 低噪隔音是这样 咱们车在路上跑 它这个路噪 胎噪 风噪 就会让车里变得特别的吵 但是隔音不好 人就很烦躁 尤其是怀孕的女人更烦躁 所以咱就需要安静的环境 到时候宝宝生下来之后 从小也不会听力受影响 不然的话 他就会说 爸爸你买了个拖拉机 是不是这道理 其实我觉得 为威威6这个低噪隔音 能获得权威认证 和它为品牌投入是分不开的 为这个品牌 我在网上了解到 它在设计之处 就专门针对汽车的潜在噪音问题 进行了模拟 也就是在问题发生之前 它就进行了杜绝 而且它对标的是谁 对标的是BBA 对标的是雷克萨斯 这些注重舒适的豪华品牌 所以说咱们在这样一台车里 真的能获得像这些豪华品牌 一样的舒适感受 老公 那智能交互和那个知想乐趣 是不是说明它特别智能啊 是啊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车机啊 特别的智能 可以连接手机 也可以无线连接 移动互联网 也就是说咱们下个手机APP 就可以远程操控这个车 而且我觉得 越远特别适合你的 就是这个 你说句话 让干嘛就干嘛 升降什么天窗啊 或者导航到哪去找停车位 特别方便 你好小微 中午好 请打开天窗 正在推起天窗 哇这台车还真聪明啊 你好小微 今天天气如何 北京 今天 苏云 东北风三道四级 空气质量量 最高温度30点每度 起码温度调到27度 好的 以调整温度设置 反应挺快啊 对 这台车还真聪明啊 它用的是那个驯飞 驯飞输入法都知道吧 用的是驯飞飞鱼的那个智能识别 所以识别率真的是非常高 而且这个车机呢 特别跟手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在这种智能互联方面 真的是这台车的强项 触摸很灵敏是吧 对 哦还可以煮副驾 分别调温度 我 对对对 它是分区空调啊 因为有的人他怕热 像我就是特别怕热 我一般调的特别低 那副驾驶就比较麻烦 这样吧 咱们开起来试试啊 带你们兜兜风 虎虎的兜一圈啊 哎老公 我觉得这个座椅也挺舒服的啊 包裹性很好 而且坐着感觉好舒服啊 对 这个关键是 它静音好 然后再加上坐以后 所以就算是你还瘦 就算是胖子坐这儿的话 它都会觉得 能起到很好的乘托的 这么一个感觉 这车晒了这么久啊 这是一点味都没有啊 是 这个确实没什么味 这叫环保 这VV6啊 在这方面啊 真的是很用心 很讲究 它不光拿到了中气中心的 这个权威认证啊 咱们刚刚看了有证书 它还拿到了中国气炎 汽车健康指数的 双五星的这么一个认证 它是在源头上 遏制了这种污染物 在选材和用料上 还有工艺上 都采用了这种 低回发性 低VOC和低气味的这种材料 所以说对人体会很健康 不用担心那么多的东西 除此之外啊 像空气净化器 像这个PM2.5的过滤 它都有 所以说在这方面 真的让人觉得 是挺实用的一个配置 这个是不是就是空气净化器啊 对 这还是等离子的呢 等离子我有听过 它有杀菌的功能 之前姨妈还让我在家里 也买一个放着用的 这个真是太实用了 这样月月和以后 我的大孙子啊 就可以随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是啊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啊 刚不是说双五星认证吗 还有一个五星啊 就是对于防辐射的 我知道孕妇啊 你们孕妇都特别怕辐射什么的 都还养仙人掌什么的 但是这台VVV6就通过合理的布置 它能让这扶射员离人远一点 避开了咱们的驾乘人员 另外啊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车还有一个黑科技 后排生命体征监测功能 咱们电视里经常看到 有人把孩子落在后排 最后出事了 这个太糟糕了 但是咱们这台车的这个功能 完全可以避免这件事 咱们也到这边了 给你找个地方停一下 体验一下这个 你看啊 咱妈在后边坐着 一会儿 要不了30秒 这车就会报警 你就等着吧 这样的话 其实特别安全 就不会说以后 咱们把小孩落在后边 像电视新闻里那样的 最后落在后边出事 我觉得这时间差不多了 该报警了 这个声绝对能听到够大 热坏了 热坏了 这功能好 黑功能真的挺人性化的 是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APP 点开之后 你看vv6 可以调整车锁 开关远程启动 可以调整尾箱 一键巡车 更关键的是非常方便 怎么样 是不是还可以 不错啊 我觉得挺好啊 我也觉得挺好的 老公 要不咱们就买它吧 不看Q了 我觉得这款就挺好的 实话实说 其实我已经自作主张 把它买下来了 啊 你厉害了 不跟我商量就擅自做主啊 大家都喜欢嘛 皆大欢喜的事 主要这个车我确实喜欢 以后不敢了 以后不敢 以后不敢 就是 就是这 任性一回 救人性一回 不过看着你选的这个车 也挺合我心意的分散 原谅你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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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我今天还拿了你爸的工资卡 打算赞助一下你们呢 看来现在 也派不上用场了 啊 那只能留给大孙子了 是不是只能留给你大孙子了 行吧 汽车选得好 家庭没烦恼 还好为微微6实力出色 不然今天晚上 我又得表演 膝盖开榴莲了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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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